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在前面的两节课我们介绍了 为什么要学数学 还有教数学呢 有哪一些小技巧和一些原则 那在这堂课我们要开始进入 国中第一章第一节 有关数线的知识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去说明一下 学生的数学为什么会学不好 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呢 学生的数学不好呢 其实通常有四种主要的情况 那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 就是当学生他考试考不好 然后你问他 为什么这一题错 他会跟你说 因为初心啊 这几题都是初心啊 那我要特别提醒家长 提醒这个想要当家教的大学生们 或者是学生本身 这种是最常见的情形 我们要留意就是 自以为初心 其实很多时候学生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初心 那他为什么会错 因为题目有了变化 那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只是没有留意到变化 或者是题目出太难 这样子 但是其实呢 通常都不是主 主要都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是因为很多情况下 是他自己根本没有懂得 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计算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们在第一堂课里面介绍了这个 牛奶 如果只剩下八分之五 那去拿去量量出来 是七分之十二公升的这个问题 如果学生呢他只是记得老师好像是拿这个除那个 那今天当题目把比如说这个单位调换 或者当题目把文字叙述变换一下 他又再做了一次这个动作 就是又把这个拿去除那个 结果错了 那他就会事后 事后再去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他就觉得 我只是没有发现他改了 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呢 我们就要去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学生自己知不知道原本的这个题目和现在的这个题目分别各自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如果他是知道的 OK 也许这样还好一点 那如果其实你发现学生他只是凭着印象在照着老师做的话 那他根本就不是初心 他是其实没有学到这个知识的核心 他只是把他当一个公式背起来结而已 这是非常常见的情形 所以老师或者家长们 包括学生自己都要留意 那第二种情形呢 就是可能学生真的没有听懂 那他会跟你说他没有听懂 而且他真的就没有听懂 那这种情形呢 我们就来利用我们这个第一堂 国中第一节 要介绍这个数研的知识里面的一个环节 我们来说明一下 在教这个数线上的知识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国中开始接触了负号的运算 那很多的老师或家长 你可能花力去跟学生解释 结果你会发现 学生好像蛮难理解负号的观念 当然有很多人很快的就懂了 但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你怎么讲 他就会有一种 什么为什么这样子的态度 他会觉得有一点不好理解 那我要说明好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情形呢 不用太担心 当然我们要去寻找最好的方式 让学生了解这些知识 但是呢 也不用一直很强求的 一定要学生在当下完全能够复述 因为很多情况下 其实学生是会懂的 只是他对于当前看到的文字有隔阂 那甚至我们以这个正负号的例子来说明 其实正负号的知识呢 我们早就懂了类似的观念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早就使用了类似的观念了 比如说这个正号跟负号 那正号跟负号它可以有静态和动态两种意思 如果是静态的话呢 正的代表正的代表在数线上0 0的右边 对不对 那负号代表在数线上0的左边 那或者我们说这个正的 负号代表负的 如果是动态呢 动态正号代表加 也就是怎么样 往右移 哎 sorry 负号代表捡 也就是往左移 可以吗 那这样子的观念 其实在我们 日常生活中早就运用过了 什么样的观念呢 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把正号想成是好的 负号想成是坏的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有一些人他是好人好的 那有一些人是坏人 他是坏的 因为这个写繁体字会挤在一起 所以我的笔比较粗 我写简体字 那动态呢 有一些人做了好事 所以他可能正在变好 那是好人变好了 他当然还是好人 可是坏人如果变好呢 那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那就要看他原本坏有多坏 那他这个变好 他做这个好事 是多大的好事 所以你看这个观念 就跟正负号的运算一样 如果你原本负8 结果你加3 那加完了勒 大概还是负的吧 因为你原本负8 负那么多啊 对不对 好 那负号的动态 当然就是这个变坏 那我举这个例子呢 一方面当然就是提供给学生 或者是家长老师们 一个这个比喻 让你们可以去跟学生说明 正号跟负号 他们有怎么样的关联 他们有怎么样的意涵 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要去说明说呢 有的时候学生听不懂 你只要善尽了说明的责任 你真的讲得很详细 而且你觉得你已经讲到他的生活实力 都已经比对上来的时候 他仍然跟你表达一种我没有听懂的概念的时候 其实不用太纠结 你要跟他说 就是说你不用太纠结于现在 你觉得自己没有懂这件事情 那过一阵子你就会懂了 因为你在生活中这些都会应用出来的 你只是一时之间连接不上而已 那这个是正号跟负号的例子 那当然正号跟负号呢 尤其负号这边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角度去想 就是我们可以把正号呢 当成是这个顺着走的 那主要是负号这边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反过来 所以呢 就会有一种情形 就是我现在要 你如果原本顺着走 这个箭头是朝右边是正的 那所以我要反过来 所以负号是往左边走 那如果今天我要反过来的 反过来 我要说一句谎话的谎话 这样有点奇怪 那个我要说 我要做一件坏人会认为的坏事 那这样是好事还坏事呢 这个跟我们数学无关 那如果我要做一个反过来的 反过来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是要往正的这边方向走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负负的正 所以其实国一的数学 尤其是第一张这个知识呢 你看我们为什么前面两节没有赶快来教 因为其实很简单啦 那没有那么难 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 一开始上课 这一段空档 我们不要因为题目简单 就让学生很快乐的过完这两个礼拜 我们把握机会来介绍一些东西 练习一些国小的算术的东西 那目前呢 我们就进入这个数线的云算 不管是学生本身 还是你是要去教学生的家长或老师 那我希望你们都自己去寻找 丰富的题目来源 题库或讲义去写 对 不要只是依赖我们课堂上 这几个小小的范例 我会举的范例都是因为 它有特别讲的必要 那在我们这一节 除了这个数字的运算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这个分配率和结合率 那分配率跟结合率也不是太难想象的事情 就是这个3乘以5加2 诶多少啊 好27 我也知道 先算括号0 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不是这件事 我们现在要讲的不是这件事情啦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 我可以把它视为是怎么样 比如说这个 一颗糖果3块钱 我现在 左手有5颗 右手有2颗 那 它们值多少钱 那我左手的部分值多少钱 应该是3乘以5是15嘛 右手的部分呢 3乘以2是6嘛 所以所谓的分配率 就是 我都会建议 这个 我的学生如果他在我教的时候 他分配率还不熟的话 我就会提醒他最好做这个动作 就是 拉这个箭头 这就叫做分配 把3分配给5和2 你就会得到3乘以5加3乘以2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分配率 那 我们叫做乘法对加法有分配率 反过来 3加上5乘以2 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也不可以写成3加5乘以 不会是3加5乘以 3加2 没有不是 可以吗 所以只有这个部分有分配率 还有什么部分呢 就是除法的除数 比如说这个 9加6 除3 我说这个 一样一颗糖果3块钱 我左手有9块 右手有6块 那我总共可以买几颗 我左手的9块可以买3颗 右手的6块可以买2颗 所以合起来 所以一样它是分配进来的 这样子 那这个是分配率 OK吗 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啦 那你说为什么只有这个部分有分配率 其他部分没有 也是从现实观察出来的 所以稍微教一下 那因为我们后面会有很大量的练习 不是我们的课堂 而是整个国中三年级 所以其实不用担心 这个学生很容易懂的 只是说如果一开始容易忘了的话呢 可以用这个箭头去拉 然后这个除了分配率之外 我们刚刚还有提到一个结合率 什么叫结合率呢 它就是分配率反过来 比如说 一样的这个范例 比如说我如果使这个 15加6 15加6可以把它试成是5乘3加2乘3嘛 对不对 5乘3加2乘3 这两个都有乘3 他们5跟6有这个公因数3 我就提出公因数 它就会变成5加2一起去乘3 就变这样子啦 对不对 那这样子把它提出来 把这两个3抓出来 结果5跟2呢 结合在一个框框里 这就叫做结合率 所以这个乘法这里有结合率 除法在这个部分也有结合率 就是这个 6除3和 9除3和6除3 可以提出来 提出来变成9加6去除3 那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就是那个分数运算的时候 然后合并成一个分母 对不对 我们写这个 5加4分数就是除法啊 所以5除3加4除3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5加4 把5加4合起来再一起分三份 对不对 来看上一次留下来的作业呢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我们只会说明个几题而已 来看这个6006 6006大家有把它分解出来吗 6006它是6乘以1001 那我不需要去做音式分解 因为我记得 这个1001呢 它其实是7乘以11乘以13 所以我们记忆一下 606是2乘以3 那这个就是它的直音数分解 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一个 36加72是多少 这很简单 那我们要说的是 它是我们看 我们用运用刚才的这个结合率 72其实是2乘以36 所以呢 哦 我们是要因素分解它 那我们先算出它是多少 再来分解 72自己本身是2乘以36 所以这个36是1乘以36 那透过结合率呢 它就是一个36和两个36 两个36怎么样 1加2个36 也就是3乘以36 108 那既然我们是要因素分解啊 直接再把它拆掉 36自己本身是 几乘起 6636没有错 可是如果答4乘9更好 为什么 因为4跟9都是这个直数的这个次方数 所以它是2的2次乘以93的2次再乘一个3嘛 所以是3的3次 那这个是这题的答案 这个如果有看过一些故事书的话 我们有看过这个水浒传 水浒传有36天刚跟72地撒 那这个答案 就是108条好汉 那你要留意这两题有点不一样哦 这一题是说 这个12875分钟是几天几小时又几分 但是这一题讲的是说你可以把1200分钟看成是几小时 或者你们看到这里有个等语 这个就是我说有的时候学生他是没看懂题目 他不是不会 除60所以是20小时 然后变成几秒的时候乘60 所以是72000 这样你有写对吗 这里有几个题目你们可以算一下 那一如往常 就是让这个学生们来课堂练习一下 我们可以顺便聊一下 那也欢迎这个我们上一集有讲过 欢迎家长和老师们 在学生练习的时候 在旁边跟他们补充一些 不管是知识也罢 观念也罢这样子 那我们之前介绍过了这个导演或漫画家 他们的工作在做什么 那我们这期来介绍一下 最近有一个很夯的职业 就是厨师 那厨师或者烘焙石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的厨师的概念 跟以前的厨师有点不太一样 以前的厨师就是做菜 把菜已经知道的菜复制出来 那等于是一种量产的机器 那我们现在看待厨师的角度呢 有一些厨师他比较走到这个知识型的工作者的角度去 也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好厨师 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民族 那或者一些米其林三星级的厨师 他们为什么可以有名 就是因为他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呢 有动他们的脑子 就是不是说别的厨师没有动 而是说他们很用心的去研究 各种食材 在各种准备调放式里面 它会产生出来的味道 搭配搭配起来怎么样 比如说你有烤橘子皮来吃过吗 你有炸橘子皮来吃过吗 你有煎橘子皮吗 你有拿橘子皮磨碎了当香料过吗 或者是你有风干橘子皮吃看看吧 之类的 那身为一个厨师呢 你为了要能够端出最美好的菜色 尤其是要让人家意外的菜色的话 你就必须要经过精心的研究 比如说我之前在这个杂志上看到过 那个欧洲一个米其林三星的厨师 他的名菜是什么 那个听起来就觉得很离奇 那个他的名菜是猪膀胱 就是猪的膀胱 那那道菜后来以他为名 就是他提出这道菜 哇大家没想到猪膀胱也可以这么好吃 对 那你有吃过猪膀胱吗 我没有 不过我有吃过猪肺 那我知道有一些名菜是猪肺做的 不过我自己吃猪肺的经验不太好 可能我吃的人不太会做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很多食材你没有去尝试过 你根本不知道他要去怎么搭配才会好吃 那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你就会是一个成功的厨师 其实这跟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两样 科学家也是这样子啊 不断去研究 尤其一些化学家 不断去研究新的化学物质 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跟那个厨师是一样的 我们前一阵子电视上有介绍上海有一家这个分子料理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名字 什么叫做分子料理呢 就是这个厨师呢 这种这种 sorry 分子料理 就是这种厨师呢 他在做菜 他在思考菜色的时候 他的角度已经不只是个体了 不是橘子 橘子皮 这样子的东西 他会深入到这个橘子皮里面到底有哪些元素 我要去如何的利用他们带来美味 他会深入到比较 可以说是比较化学一点的部分 那那个分子料理 电视上只有大概的介绍一下 但是他介绍他的前菜就已经让我觉得很惊艳了 这个 他的前菜是什么呢 他的前菜是一团泡泡 就是一颗一颗一颗的泡泡 一团泡泡 那一团泡泡里面包裹住荔枝的香气 所以你把那个泡泡放进嘴巴里 一含泡它 一汁香气就跑出来 你就会觉得 哇 怎么有人想得到要做这道菜 你知道吗 那道菜多少呢 就是那一个晚上的料理 就是一餐的料理 一人是六千块 所以说 是不是行行出状元 是不是一定要念书 我不是说这个 走餐饮或走记者的路线 一定会赚比较少不见的 但是你即便是想要走这个记者的路线 你也要让自己尽量的去当一个知识型的工作者 你如果是因为懒得学 不想学 觉得念书很麻烦 觉得思考很麻烦 你就说那不如我就去学这个一技之长 那我必须说你会有一个风险 就是你可能学了一技之长也不会学得太纯熟 所以这个爸妈要让小孩子知道 发展自己的兴趣很重要 但是呢 你挑好自己的兴趣之后 你一定要走得深 你一定要去用心 尤其这个时代就是 知识型的工作者是很吃香的 不管在哪一个行业都一样 所以当然不见得要念到硕博士 可是你一定要动脑子在你的工作上面 所以我说 学术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在国中数学就是 降低对智能跟记忆的依赖 因为我们要把它留下来做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一些简单的问题呢 我们就交由数学来解决 来这几题大家有算好了吧 很快的解一下 这个上次介绍过了 还记得吗 我记得是写过的题目 四分之一减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是四分之一的一半 所以呢 自己减一半剩一半 八分之一 再看这一题 四十八分之十五减掉 这个六十四分之十五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通分啦 虽然我们后面才会教这个因素倍数 不如通分应该已经学过了 通分的时候呢 四十八它是 十六乘三 六十四它是十六乘四 所以通这个一个 它再乘四它再乘三 就可以了 所以乘起来会是多少 十六乘三乘四 我先不乘起来 那上面这里是 十五乘四又十五乘三 减了十五乘四又减了 十五乘三 减十五乘四又减了十五乘三 就是利用这样子的题目呢 我们来练习一下这个结合率嘛 所以它减了四个十五 又减了三个十五 减了七个十五 所以它这样子是变十五乘以七 负的 然后约分 没有了 这个一 五在这里 所以它最后变成 十六乘以四分之 七五三十五 所以是六十四分之 负三十五 这样懂吗 我们利用这个题目来练习这个 结合率 来看下面这题 那这个是我们刚才有提到 有关负负得证的运算 七减负二其实就是七加二 七加二是九 再减一半加一 减一半加一 所以最后剩下 加一半 所以九又二分之一 好 这里 那我们前面稍微介绍过了这个方程式的计算 很简单的部分 我们后面还会再介绍方程式和读项式的运算 只是透过这一题让学生先看一下 就是我们说螺旋式学习 先看一下接触一下不陌生 这里我们来练习这个分配率 三分之一去乘上 X和2 X是一个不知道多少的数字 它跟2都要被乘三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是三分之一 X加上三分之二 可是我要减掉 减掉 那这个减 它其实就等于是乘了一个负一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乘一个负一 所以也是这个减号也要分配进来 比如说这个加1 那减1呢 就是加了1乘负一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减就是成了一个负一 所以它最后会变成 2分之1个X 减3分之1个X 加 减3分之2 2分之1减3分之1 2分之1个X 减3分之1个X 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结合率 所以我们把X抽出来 这个部分其实就等于是 2分之1减3分之1个X 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之前算过 它是6分之1 那所以是6分之1个X 减3分之2 这样子就是提 好 那这个有关多项式的计算 我们后面会再介绍 真的到那一章的时候 那反复的练习到那里再做 在这里先给大家接触一下 那我留到最后再说呢 导步是因为怕讲出来 这个伤了大家的士气 而是说呢 那既然有可能是因为不够聪明 所以 数学成绩没有那么好的话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变聪明呢 我们下一节课 就会来跟大家介绍这件事情 要怎么样变聪明 所以请不要错过它啦 好